记者李新峰台北报道,中国近来极有在台湾海峡水域军事演习大大宣传战,共激并频频绕台,熟悉国安事务人士今天下午受访表示,从海南岛的海上阅兵到环球时报宣布全州军演,一直到这几天的沿海长航,过去这两州搭配媒体的持续作为,中国几乎是用尽心思, 希望既对美国展现中国不是好惹的做事,更希望对台湾发挥心理震慑的效果,但其宣传手法太拙劣,而且就主要国家与台湾的反应来看,这是一场看似华丽但失败的戏码,也是既习近平得以无限期连人后,对中国形象的再一次打击 知情人士指出,拉高观察的眼界,就会发现实际上不仅对筑台湾,北京当局在区域兼平仍的军事作为,不但成为周边国家审重的安全压力,在抗议下总是相应不理的蛮横形象,更引起相关国家的不耐与嫌恶 中国人总是在嘴边挂住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,但相较于这形同麻烦制造者的违和角色,在对照和中国政府自诩的外交的基本方针与邻为善,以邻为伴 格外显得讽刺,熟悉国安的人士分析说,中国这部军事作为搭配讯息战的发动,中国军方的《环球时报》把一个营及地方部队的操演刻意加工为台海实弹演习 还在官方的央视拿过去军演纪录片当新闻播,加上操作诡异腔调的闽南语的空军宣传片,都可抗出中国正在尝试利用操作一系列的讯息战,打击台湾的民心士气 这位人士表示,中国这些宣传作为,动机太鲜明,但手法太拙劣,也都犯了水土不服的毛病 一来是因为台湾民主化后,民众对于这种文工会式的政令宣导本来就免疫,甚至是持住保留与批判的态度来看待,本来就引人反感的内容 再配上怪枪怪调的闽南话,在台湾更成为网友善笑的茶余饭后话题 这位人士说,相反的,我国防部军文社同时推出的几支网络影片,让台湾空军飞观毫无造作的现身说法,强调捍卫国土的决心,反而得到网友好评 这种打不到心坎,却惹火一群人的没有灵魂的宣传,是中国这一次舆论战失败的主因 这次舆论战失败的主因